各位姐妹平安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的 我们从神的话语领受真理 也领受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今天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的 第四到第六节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 已经入了万君之主的儿了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艳乐 当宰杀的日子尽教养你们的心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那么在第四到第六节 他所讲的就是 为父不仁的罪行 那我们要知道 金氏富足的人 其实他是领受了 在神的家中 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会计跟管家 所以他需要愿意按着神的心意 来去安排 来去分派 神交在他手中的财富 那当然这段经文 从表面来看 可以说是富有的人呢 不能够亏负他的工人 那本来应该要恩待工人的 那如果不但没有恩待 反而亏负他们 那么就走在一条 神极其不喜悦的一条道路上 那么当然更甚的意义 是表达神给人富有 实际上是让他承担一个责任 他需要去支持专心于收割庄稼的工人 以及工作 那这边所说的 也是上帝要让我们富足 使我们能够使用在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上 也就是表示说 如果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 当我们看见这个有事工的需要 有工人有需要 那却看见他们挣扎在这个困难中 在极少的资源当中 要尽力做成神的托付 但是却袖手旁观 那这就是这个富有的人的亏负 那第五节原文为 你们在世上为享乐而活 又过着奢侈放任的生活 当宰杀的日子 你们喂养你们的心 那这段经文前段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后段这个当宰杀的日子 他所说的是 当应当向神献祭的时候 你们却把当献给神的物 拿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把当献给神的据为己有 然后去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 那么当然对于不义的钱财 有许多的说法 那犹太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 一个富有的人 其实他的财富应该有一半 是要去捐助穷人 是要去帮助人的 那这个比例上 其实在圣灵里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规范 但我们却要知道 如果神交付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财富 我们需要很认真的 到神面前去寻求 就是我留下这些 和神的心意吗 我应该把这些 放到哪里去支持谁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愿意 知道神 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是出于神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 寻求上帝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出 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平安 在神面前能够坦然的一个规划 跟安排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 当然其实这方面 不单单是我们的财物 也包含我们的财干 包含我们的能力 我们都把我们的财干 跟能力 我们拿去做什么了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我们在今生的时间 我们把我们的时间 拿去消耗在什么事情上面 我们是把它用在爱人爱神 或是对人有真实帮助 有意义的事情上 还是我们都把它拿去 用在对自己反而是有害处 对别人也没有益处的 种种的事情上 其实一个基督徒 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生活信念 就是我这个人不是我自己的 而是属于神的 因此我要做任何的事情 其实我应当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上帝的旨意 我不能够任意的挥霍 消耗我这个人的 所有一切的事情 那其实这样的信念 也是出于爱 好比说当一个 有责任的父亲或是丈夫 他愿意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 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对于他的家人 对于他的儿女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跟打击 他知道他活着不再是为了他自己 他生命的主权 不是只是属于他自己的 因此他就会因为爱的缘故 他反而会更尊重自己 所以其实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有一种 我是属于神的意识 其实是让我们更尊重自己的生命 以及让自己能够把自己活得更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真实的知道 我们生命的主权 真实的是属于神 而既然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 那当然就包括了 那神交付在我们手中 一切的财富 恩赐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 来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 在地上的使命 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在今天 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寻求神 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 交在神的手中 让神真正的掌权 在我们的里面 上帝祝福每一位 祝福大家有平安喜乐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